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所以你要破解 你要防止别人破解你的东西之前 你要知道别人要怎么破解你 所以这也是一种挑战 OK 那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就是说呢 你要能够 破解网路上面东西都有很多方法 所以呢 其实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回去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网机网路选项里面的安全性 它到底有哪些安全性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做一些些的调整 甚至可以让有一些功能无法被启动 这样达到什么 达到它无法启动之后就无法保护了 的这个方式 OK 那 不过记得就最后还是要把它改回来 不然JavaScript有一些还是 你会发现网页会有点点 不太正常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它如果是叠的话 就变绿色的字 长的话呢 就变成红色的字 那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 反正将来 只要是四算表 它一定都是一个范围 所以呢 范围部分的话呢 前面讲过 范围部分当然你可以从 哪一列到哪一篮 哪一篮到哪一篮 不过特别至于 其实我们只要一篮而已 所以基本上这个地方比较容易一些些 我们不需要全部 不过只要去 范围的话就是G篮 那G篮从哪一个呢 从2到哪一列呢 Ctrl加向下 就是这一列 就30列 所以呢 第一个我要先确定一下我的范围 是G篮就好了 所以只要跑一个回圈 不用跑两个回圈 一个G篮就是要跑一个回圈就可以 再来的话 做一个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这个东西的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它是一个字 它是一个字元 其实在这里就是一个字 如果呢 那我们怎么判断 如果这一个雏群歌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雏群歌里面的最右 最左边的这个字呢 是这一个 那就把这个储群歌改成了绿色的字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开头是向上的话 那请你帮我改成红色的字 OK 所以会有两个判断 一个是判断向下 一个是判断向上 那还有没有第三种 如果有的话 那你就第三种 再继续判断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这个好像就算是什么 也是向下 为什么它比较深呢 跌停 要跌停 对 跌停 因为我对股票 比较没有研究了 因为我发现 以Sell VBA 好像如果可以结合